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为何要用 Windows 呢? 因为 BuildGate 比较聪明 BuildGate一直都在勒索我们的秩序业界都用 Windows OK? 然后用 Windows 就会有很多的包 就会产生很自然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不讲太多 因为再三句就会讲很多 BuildGate 的坏话 我其实年纪不少 但是我大概有三十几年的资讯业经验 如果在 2000 年之前我是帮很多印刷产业 辅导他们数位转型 包括 PC Home 杂志 跟 Worker GQ 很多高级的杂志 我辅导他们怎么做数位 数位印刷 那是 20 年前的事情 然后 2000 到 2010 年的时候呢 我就是 包括大家上网 网路泡沫 还有电信 电信升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然后我做了很多的 很辛苦的专业 就是电信层面的专业 过去的事情都不讲了 我是很讨厌专业 因为做得太辛苦 反正都做过了 然后到后期最近那十几年 我很喜欢共有云 然后我非常专心在推动共有云的服务 然后可是十年过去呢 我发现业界 找到共有云的速度非常的慢 慢到我都想退休了 因为大家还在低端 然后我今天呢 就尽管分享一下 我后续这几年 我从不推动三大共有云后面 我现在在参加台湾队 就是潭智云 潭智云是我们台湾唯一的共有云 然后我也会讲一下它的原由 它的服务 好吧 好 好 这个 不用担心QRQ 他会拍不到我 待会最后一页还有QRQ 你们再看 然后这个简报呢 是顺便再提一下 我是用Google的简报 我刚讲过了 我很讨厌QK 所以我也不会用Microsoft 就不会用巨石指令那些东西 好 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可能蛮突破的 就是 地外的东西 我查一下网络 我不是按空的 我先跟头一说 地外的东西非常老旧 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吧 然后我前阵子有几个朋友 就说 我发现很多老大大楼 还在用ADOLOG的讯号 来收集影响 可是呢 另外一部分也是新的设备 也不介绍 然后 有没有办法做个设备 我客户 同时收集两个顶像进来 然后 后续呢 这是我拿手的东西 你会看到右边 好 事实上 这个地位吧 各位 不用装充备 客户不用硬带 不用装充备 这种肉的东西 我搞 硬带带 也搞了二十几年 什么 V5 V6 VX 都会死掉 我可以不用硬带 很生气 我可以把东西直接丢到公共有名上面 Amazon Google 我的台智语 都可以 我不写 我不写微软 是因为我讨厌微软 OK 好 然后 我们可以不用监控画面 不用大型萤幕 每个人用个Web 浏览器 不管用iPad iPhone Chrome Safari H 随便你 那个人就有看监控的东西 不必花太大钱满硬币 这是一个想法 好 再下来 这是重点 这是这个东西存不存在 我发现它不存在在业界里 因为大家不然就是很高手 还在用很多的DBR 不然就是 家电的IP 已经上了很多 这是多产非常大的一个产 还有 那为什么没人想这个议题 那为什么产业不想升级一下你们的设备 好 原来这个图上去 我们就可以做思考一下 如果说我们都已经稍云端了 我们的DBR设备升级了 是不是就可以提升到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 Edge Computing 人工智慧 有分前端和后端 也算是前端的人工智慧 还是后端的人工智慧 你们要搞清楚 比如说 刚刚讲了很多意思 很多什么 算人头 算车 算人脸 算身体 那个叫Edge Computing 前端的人工智慧 那后端呢 你们从来没有提过 backend是做什么 你们在后台 有没有人工智慧 有没有分尸大数据的人力 大概因为后台东西很复杂 大家都避开这个议题 因为backend double 都不是我们的操控 很多 因为这是大量的 软体工程师 开发出来的 不管是大数据 工智慧 AI 然后监控系统 所以我们可以做成 完全部署到云端 但是里面的可能 还是把我 还装在window上面 就好了 我们干嘛上云端呢 上云端 尝试重新 然后我们的storage 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要买 还是买买 买个DLHP storage 之类的 Hitouch 然后 你知道运动 我们的storage 是无线 要多少 装多少 等于你们的 Google Drive 你们也在用 你爱扩充 5TB 5TB 10TB 干嘛要买 硬体呢 然后再来大数据分析 有很多是卡模式 我不晓得 就是我在做 英台业界已经很多年 但是这个硬体 一起在讲 OK 好 这边呢 这是我一个非常好朋友 如果你们到PC工查一下 叫SpotCam 的确他是做小 中小企业跟家用市场 然后他2015年呢 突然间发现他是我的客户 他是我 那个时候我在做GCP 还没有台资云 台资云 台资云是两年前 我们才创 才单身这个公司的 我GCP 事实上 我已经退广了七年 Google Cloud Platform 然后Google那个时候 第一个机房在台中 然后这个客户 2015年 就把他的储存空间 放在GCP 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情 可是呢 这个产业 其他人呢 还是乖乖的装硬碟 SDR SDR G卡 USB 类似这种概念 还是用硬体的储存 可是这个公司 已经长得在云段上面 而且用云段的弹性架构 来订阅的方式来收费 你们可以想一下 这个客户非常熟悉 他可以部署在不同的云 GCP AWS 甚至台资云都可以 好 就是讲一下抱怨 讲那些 对台湾产业升级 非常缓慢的一些抱怨 好 后面呢 还是讲一下一些 云段的一些概念 好 然后 我们这边大概有三个比较图 然后 我前面特别讲 有两个 讲后面两个就好 HFS 是比较我们高 比较 AI 大量运算用的一些 高速网路系统 我们大概用不上 然后大部分呢 我们大概如果说 以安控产业来说 大概 国外服两种 一个传统的 VS VCS 就是你们的细理机 VM 但是这个VM 是在共有点上面 不是在地上 然后 有传统的做法 就是我开个细理机 把一个音碟 音碟就是VDS 就是Virtual Disk 放上去 然后我们就好像 Windows 的做法 Windows就是这样 一个Windows 3M 加个外接式的 音碟 细理机 放上去 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 机器放在云端 这不是 这不是数位种子 也不是云端 但只是把一个 机器细理化放上去 重点是 你们的新的开发的后台 CORS 就是那个 新后发的 Band System 或者支援这种COS COS 全名叫 Cloud Object System 就是一个 Object Storage 的概念 Object Storage 一个是 是自从 AWS 提出以后 就是非常 所有功能 都支援这种 非常弹性 速度很快 又 有Scareful的一个储存格式 而且它可以透过API 透过很多的方式 可以从 不管是地端 或是云端 都可以储存到这个 这个 这个格式里面 但是 问题点 中间外面的业绩 大部分呢 他们的后台 前台的应用 其实都不支援 Object Storage 对很多业绩来说 这个还是新的东西 你们还在 File System File System 就是慢 这是会中毒 这是会非常低 就是这样 不好意思 我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在 太中毒 因为呢 我这次看了太久 所以说 在这种的cost 先有这种概念 你们才知道 产业如果升级到运动 这个叫Object Storage 它价钱是中等合理 然后它是有 它是新加比是低的 因为如果说 台资云 差不多包到 100个TB 价格给你们 参考一下 哇 差不多 跟硬体差不多 差不多 OK 然后另外一个 好 待会我先把这个翻译 你们记得有这个 COS 就是靠Object Storage 好 我在讲可能非常久的案例 叫2016年 我忘记是2016还是2015 那个时候我还在卖GCP 因为我还在讲 台资云是2019才诞生的 就是我们台湾对2019年 才有台资云这个共同域 2012年的时候 我放放暴室 ETA就是中华国人 都放放暴室 救了他们移民 反正老是 老的话就这样讲 他们呢 那个时候 就不记得 那个政府的推广 开放数据 他们呢 就把每个小时的 空气固然数据 不多 200K 放载机的LUS 環保署 机房的LUS 然后呢 防火箱打个洞 然后 那个时候 他跟 Acer的手机配合 让Acer手机可以 绕这个环保的资料 结果 我看 Acer手机卖的不是怎么好 大概也有同事 好几千只手机去 绕这个数据吧 我说你一万只手机 然后一万只手机 然后拉到 行政院防茅署 里面 机房的一个LUS 会叫做什么情形呢 这个叫什么 叫手机DDoS 叫手机攻击 好 现场呢 他们的那个 我忘了就是 刻展到现在 神官而已 他们整个 防火墙 IPS DDoS 全部 整个ID放掉 然后他说 打来 Rui怎么救 因为那个时候 他只是在用Gmail 还没用到 公有云服 然后 你相信我用半天时间 救他一定吗 好 然后他说 我就是 欸 那个时候呢 Google上面 已经有Object Storage了 就是刚刚收COS 好 我这个只是打广告 不好意思 那个时候没有台积 好 不会误会 我说 你可可以先手动 先把每个小时的data 拉到共有名上面去 这个 那个 储存 然后 先手动update 一个小时 两百多k 到Object Storage 然后把手机APP的路径指向 因为他们的Domain Domain指到新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Object Storage 就救了环保出秘密 因为 这个Object Storage 是可同时 操作几千 几万 几十万的用户 同时的 团队都可以拉 都可以从那边 截取资料 因为甚至里面 现在平常用的 FB IG 里面的图 可以操作 整个地图都要用 因为他们的核心也是Object Storage 来做求全 所以 这个 瞬间 一个很简单的Object Storage 就救了环保出秘密 反而是他们后台 back-end的 系统厂商 我忘记是 是自拓的 我还不忘记 然后呢 他们大概花了一两个礼拜 改写他的程式 自动化 把那个 环保所的data push到 Google上面的 Storage 然后 非常简单的 案例 就会把一个 非常理切上路 啊 我要买 扩大我的 firewall 我要买很大的 那个 switch 来 handle 流量 这个事情 结果 对了 SI会赚不到钱 因为我帮他省了一百 一百倍的成本 来做这件事情 也不用 塞钱 因为共有银 绝对会 handle 这种的 users trip and sensor 记得 我再讲就是 这是2016年的事情 你能带 在哪里啊 我已经在帮他忙 做这种事情 这个就是Optic Storage 然后 为什么特别常见这个 就是因为 这个是很释放安控 这个产阶 所使用的一个 Storage 格式 就怕 这是现在业界的 application 不会用这个 Storage 那就 那就找到了 好 顺便呢 我用很快速的时间 过一下 我们的 数位发展度 刚刚要有 公开要做的 数位任性 这个议题 也提过 然后呢 我们家的pam 就非常快速的 推出四个方案 出来 所以我还是讲一下产品 然后针对数位任性呢 那个台资云 就把我们推出一些 方案出来 好 讲到之前呢 我还是讲一下 台资云的 background 是什么东西 你们可以上我查一下 台湾3 1号 台湾3 2号 台湾3 3号 这是台湾政府 初前 这是以前科技部 初前所建的 台湾高速电脑中心 然后其中呢 我们台资云所负责的销售 服务的是台湾3 2号 然后它上面呢 就是我们画了大概50 然后画了几 这透过民间政府合作 一个类似BOT的案子来进行 然后我们目前这个台湾3建好以后 2019年建好以后 我们立刻排到全球前500大 前20米 现在好像 我刚刚查过 当年是20米 现在滑落到50米 因为每年都有新的超级电脑回出 这还是很厉害 我们绝对在前100 然后呢 我们的反保指数呢 我们的前500 当年是第10米 然后我们现在应该还在5、60米 反保这个ESP指数呢 就是比如说举例说明 地球最厉害的计划是Google计划 它的参数是1.1 然后我们差不多1.2 1.3 我们可以跟Google计划 拼这个反保的参数 所以说台湾3号 就是我们现在台机有所服务给台湾 不管是政府医疗 政府机关金融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台湾人的公用 我是我的畅调是香港人 可是我是台湾人 所以不用想 我也再问我 已经是移民来台湾很久的人 所以台湾3号还有个特色就是 它上面有2000片GPU卡 它的运送能力也是 就是刚刚前500大的 前100 所以说也特别适合做很复杂的AI运送 做医疗运送 做天气预告运送 各种的AI运送都可以直接用台湾3号 所以我拿台湾3号那么厉害的超级电脑 做刚刚的object storage 是非常 就是用非常轻松的 可以做 好 快速讲吧 我们特别讲 讲的这个就是 刚刚说的object storage 是我们台机主打 针对一般业界使用的 然后这是个object storage 好 OK 成本那些 这个都废话 这个是老板叫我贴的 我就打打 就省钱啊 用buy啊 这个事情你们直接用它来做游戏就好了 不用摸搜 好吧 然后海南储存 AI运送back data 反正 其实有陆续很多政府机关人在用storage 尤其是有个用途 是back out 我们一直接到很多的订单 需要做个异地备员 做个云端 工友与备员 都是可以直接用这个clobs 然后现在业界有很多的备份联体 什么wim啊 converse啊 很多的备份联体都有支援 开始支援这种clobs 这种object storage 有一个格式 所以 我觉得安工业者也要追上来 然后第二个 我们这个a2呢 这是另外一个资料 谁做的叫cfs 就是刚刚说过叫fire system 然后所以说我们也可以配合你们 先有一些公司和power 企业用fire system的方式 来把档案型的东西丢到公共 业 举例说明呢 这边你看 比如说有等储存跟热储存 如果前去年的新闻嘛 某个电视台那个骗库 就不是搞丢了几年份的那个骗库资料 OK 事实上 他们就好像听说这立刻打来说 我们可不可以备份都copy到台智民 然后我们后来经过 他们经过比较了 我们发现我们大概比其他三大购用 大概便宜一半以上 然后又因为我们是落地台湾 我们符合所有台湾的政府 那个安全标准啊 那些啊 ISO 标准 我们全部都符合 然后这个就是档案型的对方 然后注意还有 你看它上面是支援 一样支援S3跟FTP上 其实FTP就有东西很多耶 很慢 但是呢 因为业界还在 有知识不懂的世界 还是很依赖这个协议 然后呢 我们就还是支援SFTP 这个Protocol 让你们算从资料 然后事实上 我们希望你们是用S3的API 就connect到我们刚刚那个CFS 或者是COS都可以 所以说这两个档案系统大概有概念 这个是前面A1 A1 我们A1这个是COS Cloud Object Storage 然后A2呢叫Cloud Factors Service 这两个应该都符合大部分 现在业界的需求 然后顺便就带一下 因为PM需要我多讲一些台字语言的 符合数位任性的服务 所以我再拉一个 企业资料安全B1这个服务 这个Arm Store Arm Store这个 你们叫QCE 简单来说 你们很简单 这个就是台湾版的Google Drive 好 讲完了 结束 好 不一样的地方呢 各位这个台湾版的Google Drive 是可以变成你们7月的ODM 比如说如果说你们的工厂够大 你们的购物够大 我们的购物够大 我说我们跟台湾版 我们买一个单独的Google Drive 我们叫Honestore 建在我们的机房 提供给我们公司的利物使用 那是可以的 然后储存的CATFORM 就在我们台湾上面 然后基本上 它是可以搭配怎么用呢 比如说公司 跟你们的下游 上游供应链 你们希望有个安全的储存环境 你们就可以用Arm Store 来整合上下游 跟关系厂商 你们这个储存在这边 不能存到别地方 然后我不能放Google Drive 然后所以说这方面 是可以吉兰来用的 前面两个COS跟CFS 你们还是要开发 可是这个是 直接是一个产品 直接的来用 这个叫 我看到这个产品 就是说 这个是OEM版的Google Drive 非常清楚 然后大家可能有个误会 这个好像在 在那个华硕云段 有看过这个产品 然后我们华硕云段 跟我们台积元差别是什么呢 华硕云段的机房 不是在台积元里面 我们台 我们台积云是一个独立的 共有云架构 我们的Arm Store 是独立的 所以说我们的 我们的Scalf能力是更强 然后我们有更搭配一些专案 跟OEM来把货物设计 好 然后最后一个 就更简单了 叫7A端点 端点端点的资料备份 这个B2 讲白 这个也是台 也是华硕云段的产品 然后我们也变成台积鱼的一部分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非分你们 Loco的笔电 座机 USB 然后你们的笔电 一旦用它 安装了我们这个 AI Security Motobell 这个笔电 就可以非分到我们 公园云里面了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 懂的 它一样是个OEM 也可以符合大型客户的需求 所以说我们 我在这个简单 去讲四个服务 如果说你们还有更厉害的高手 想问一些更难的问题 各位 会后再问我 譬如说你们想 我们又部署 Cowlative K8S DeepOps CICD 这个都是很硬的 云端名词 对不对 我的经验值是 不是讲简单 我是有实战过的 所以很辛苦 那么老年就还学那么多东西 真的是 好 这个就是 七一八点的一个 我好像是常常用在用 我要去查一下 因为我们的PM没有告诉我 我们的中端客户是谁 所以我刚刚 简报有点跳跃 因为也很心虚 我是不是确定是这个客户 是用这个服务 我是确定这个客户 是用台积余的服务是用哪一个 我就不太清楚 所以说我还要认为PM1清楚 好 所以最后呢 最后一半钟 目前我们台积余的推了A1 A2 B1 B2 就是刚刚我简报讲的服务 A1就是Object Storage A2就是FAR System B1就是刚刚OEM版的Blue Drive B2呢 B2呢 就是被分别的里面倒影到 C1 C2太难了 所以改天再聊 这个会讲半天 讲到封了 但是我即刻跟各位说 数位办法的Blue有认可我们的技术 所以我们再跟他们合作进行中 这次Case Study 我讲的都是 真的是ZenRunch的服务 然后嘉义 嘉义现在的这种空文系统 台南市的城市动态以上管理 中研院的Hybrid Card 还有客家委员会的客家语的AI 分辨技术 OK 所以我们也很多成功案例 所以要数位转型 赶快 中中要快一点 因为火星可能快要退休了 再这样下去 我要退出产业界了 好 所以QR Code 你们快点逼一下 简报就在你们的手机